拿尺來量的話這個1.8了 直接拿捲尺出來量 鑰匙整個大傻眼 因為指揮中心規定 口罩綱印不能超過 口罩邊緣1.5公分 但實際測量直逼2公分 讓站在第一線的鑰匙 忍不住抱怨 綱印規範到了開賣 前一天還令人一頭霧水 收到的MD在左邊 Madden in Taiwan在右邊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在想明天就是 又是忙碌的一天 然後可能就是每一個來 都要跟他做一個解釋 這個邊的1.5公分 等於會是一個口字型的區塊 都可以 實驗署解釋 是從每個邊往內算1.5公分 而指揮中心也公布 雙缸印成人口罩 每天配送1800片 兒童口罩配送200片 24號才開賣 如果提前投賣的藥局 不排除採取停配措施 沒有雙缸印 今天你還可以賣 那你就今天不賣 把它留下來 一定要去賣雙缸印 然後讓明天沒有辦法賣 明天開始在七一 販賣雙缸印的口罩 其實開賣前 更有藥局人員抱怨 指揮中心要求沒賣完的口罩 必須庫存收回 根本把藥局當倉庫 還有藥師說已經包好很多包 回收後等於做白工 拿不到包裝費 甚至有民眾更是把所有問題 丟給藥師解決 民眾也是這樣子 我們第一線也是拿到很多 沒有任何鋼印的口罩 雙鋼印口罩上路前 一陣混亂 民眾仍然搞不清楚新規定 藥師希望政府多做宣傳 24號上路後別再出現亂象 解鵬一德回山台北參報道